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弟弟什么时候长了个类似溃疡的东西 外生之气上出现圆形或椭圆形的溃疡 不痛不痒 摸起来跟摸鼻尖一样有点硬 医学上叫硬下肝 是没毒早期的症状 不看病不治疗 一般三到四周左右也会自动消退 因为不痛不痒又能自愈 很多人丝毫没有在意 甚至都不知道 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这算是没毒第一次打招呼 程度性 过程短 不知道是三个月 三年 还是突然 皮肤哪儿哪儿都是一圈一圈的红 有突起的小丘枕 有连针片的斑点 像梅花露一样 密密麻麻 张嘴一看也有 全身皮肤粘膜损害 是没毒这回主要搞的事情 损害了身体皮肤 那就是皮疹了 最典型的叫没毒疹 损害了羞羞不畏的皮肤 可能就是扁平湿油 损害了头上的皮肤 头皮就会出现指甲钙大小 像狗啃了一样的脱发区 医学上叫没毒性脱发 如果损害了口腔 生殖器上的粘膜 可能就是红斑了 烂掉了 这些症状在不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 持续一段时间 也有可能自愈哟 这是没毒第二次露面了 时间长一点 动静大一点 之后又回归平静了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是三年 可能是十年之后又来了 小腿上开始出现一些 肾形或者马迪形的溃疡 一天天的越烂越深 往皮肤深处就这么烂了下去 就像挖了一口井 整天往外流浓 还不是只有一口井油 那是井挨着井 浓流不息 这就是传说中的树胶种 好可怕呀 圣童君 这真是吓死人了呀 梅毒这个祸 胃口可不是这些呢 它对骨头呀 眼睛啦 神经啦 心血管啦 都有染指 当梅毒缠上了骨头 可能出现骨膜炎 关节炎 骨折等 当梅毒缠上了眼睛 可能出现脚膜炎 视网膜炎等 引起视力损害 当梅毒缠上了神经 可能出现脑膜炎 痴呆 癫狂等 如果缠上了心血管 可能出现心脏病 心梗 脑梗等 发展到这个阶段 那可就很危险了 所以新多君多啰嗦两句 第一 发现症状 早检查 早治疗 尤其是有过高危 差行为的心 更要去检查 第二 梅毒是可以治愈的 真的得了梅毒 也不用过于担心 关键是去正规医院治疗 神多君 这梅毒好奇怪啊 一会儿出现了 一会儿又自己好了 你说好了吧 又好像在搞更大的事情 这若隐若现 简直就是个武林高手 有没有 人兄才华果然同意 神多君佩服之志 想知道梅毒 这杀人鱼无形的神功 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吗 敬请收看下集 神多大片 梅毒捉妖记 欠神多君 一张电影票的亲们 帮神多君 圆一个20亿票房的梦吧 杨伟 早谢 梅毒 这些绝密内容 只在神多视频 微信公众号 粉丝主向 川区推出 假门咒 精彩就为你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